Dr. 第二个问题 你说一个电话赚少了 人家道士炒股 他说高级的 我们不是做道士 当然功力低一点 我不幸这些东西 这些是给网友分享的 天地人三道钱来找 现在一般人是找人的钱的 就是我开一间工厂 请人来跟我打工 是用别人的人力去赚钱 或者你自己做事要付出努力去赚钱 这个是人的钱 我40岁前就赚了人的钱 是辛苦的 就算你开一间厂做老闆也辛苦 你要接单 接单回来要起货 要怕原料会贵 突然间会贵 是不是 在大陆开场仍然很痛 左隔隔又隔隔 是不是 只是那些劳工法 都占百分之三十几个成本 那些劳工法 打准重你的成本 那些劳动法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人的钱是很辛苦的 好了 找地的钱 我从40岁后到50多岁 我找地的钱 所以买这么多铺 这么多地皮 他自己升水 但是这里要有亮度 才能让你找到 不能加租 放在那里拗 那就找到钱了 这是地的钱 自己来的 还有几个地方都没有加租 这些地铺 你哪个舍得 三十年租的地铺 不能加租还减少了 这些都是要有亮度来的 天地人钱都有亮度 我现在要找国际金融钱 更厉害的是天的钱 我不管你风吹雨打 总之你有银子在世界流通 我有钱要找的 但是你要知足 你能够赚到这些钱 上帝感应给你 那你不要当真 让你保管一会儿 你要来做事 所以我一直在美国 再做一个中心 几十万呎地盘 把好的文化带回西方世界 希望冲淡他们的宗教的conference value的conference 文明的冲突 对不对 要做一个工作 既然我一发心做这个工作 所以现在我的钱是要找得很快的 但是你不要贪心 因为人们不会知道 今天是跌到哪里的 我认为我今天打电话 赚了五百万 我还不肯走吗 哦 还不走 但是是昨天 我打早了 如果我硬点打两个 几个钟头 就再赚了几百万 你只是电话 那你还不肯走吗 还不肯走 就是等什么 就是你不知足 不知足就危险了 你变成了贪心 贪心你会返艇的 所以我们 因为我前年分开 再做多个篮 找回多几百 就好过一次 找够一千万 对不对 以前我世界做这么多工作 不然没有这么厉害 找到天的钱 哪有这么多钱做 十几个国家 大佬 那些社会工作 要做什么 我就是共同上帝保款 左手交右手 做人不算数 是吧 只要你的正念一走出去做 当然我又有很多人加持我 为何连达赖喇玛左右手 都要跟我祝福 当年 都感动到他 要帮我祝福 现在过了身 他说 印度驻外蒙古大使 那位先生 只要你做的行为正确 我每天都会帮你祝福 就是生效的 我的祝福 多厉害 他是三十多次做部长 他是不是无端端学佛 一学佛 一学佛迷了 就连部长都不能做 为什么真的出家 多厉害 多厉害 他又没有结婚之后 没有 没有国外辞亲 有 他只是出家人 辞亲 所以他是第一个出家人 做大使的 很神奇的人 是那些贵族的人 当年 他说 郭先生 只要你做的工作正确 我每天都给你祝福 只要你的工作正确 我的祝福就会生效 所以我做的工作 那时候是很顺利的 就是明明中 有一种力量是支持到你 就是你 欠人事关系 他会给你解决 你不够钱 就有钱来给你解决 神秘 有 因为你不是自己 你不是自己的 你有这样的心 是回书给社会 他自己会借你的手来 你打开圣经看 也有这样写的 我们不执着宗教招牌 宗教招牌是人家的 那些人搞个宗教招牌 就是想去抹夺这些宗教势力 自己用的 多数都是为了权力斗争的 现在的战争 因为一个宗教人多 比如说 你是伊斯兰教教主 几两位 屌你 大佬 是不是 号令天下 大佬 对不对 所以就要争权了 整个人都争这些 不是争什么 因为他的权力大 各个奉献给你的 出的人工给你十分一 是不是很厉害 比肥仔水